难道大家只喜欢小鲜肉 其实也不完全是像一些老腊肉 大家也是很欣赏的 关键是他们有着老腊肉的年纪 小鲜肉的外表 比如说我们的徐海桥 不久前徐海桥晒照了 看他这个时髦的样子 要是我35岁也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来看一下 看徐海桥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 搭配了一条五分牛仔裤 这条牛仔裤 怎么像是自己把之前穿过的裤子给剪掉的呀 特别有个性 所以整个搭配的话 还是显得非常时髦的呢 从稍微正面一点的地方看看 徐海桥保养的好 皮肤很嫩 加上他的发型的确是时髦 还有这身穿搭也是时尚级了 所以整个一个人看起来的话 就是小年轻一枚 你能看出这是有35岁 所以除了才华以外 35岁的徐海桥也是很努力 把自己的形象往小鲜肉们靠近的 一顶非常时尚的棒球帽 一件清新简单的白色短袖 搭配深色的五分裤 加上一双潮流的鞋 从这个角度看 就是小清新的文艺男生一枚了 像这个形象的徐海桥 也是整个一身的潮流感 一顶黄颜色的帽子 搭配白色的短袖 这条格子款式的裤子 也真的是好看极了 全部搭配在一起的话 还以为哪个年轻的潮人呢 白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还绑了一条发带出门 这是要装成自己是道明寺吗 另外 背了一个特别时尚的包 这个35岁男人的时尚品位 看着真的是非常前卫的 别人都是穿白色的黑色的西装 但是徐海桥就厉害了 直接穿着花色的西装就出门 这白颈的脸配这样的西装 谁也看不出 他这是到底有几岁了 太好看了吧 总之呢 35岁对于男生来说是一道看 很多人才30岁出头就开始油腻了 而徐海桥还是一个保持着非常有少年感的样子 我得有更多留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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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